講完上任後 從清潔隊警察局到捷運局一一視察 認真聽簡報 頻頻點頭可能還不夠 因為捷運不止工程延宕 加上疫情影響 搭乘人數減少 虧損連連 怎麼解決前坑 都是考驗 上任第一個難題就是跨年大型活動 而外界也關心柯文哲秒拒絕 蔣灣邀約一起跨年 那太太實訪宣會不會現身 大家好像比較期待二寶的出現 但是坦白講還是要特別考量到 我太太現在目前的身體狀況 因為她預產期也快到了 張舵市府各局處蔣灣一刻不鬆懈 但她的小內閣人數問題還是難解 不只副市長林一華 延後就任惹爭議 就連市府顧問英偉 也傳出是蔣萬安父親蔣孝顏牽線 你把市政府的市政團隊的市政位置 完全就是用來酬庸 來安排自己的家成 來安排爸爸要求你來安排的人 這完全就是把市政府當成你家嘛 這個消息完全不是事實 因為是跟我另外顧問 張國軍他們是救市 透過陳國軍跟他聯繫肯談之後 加入市府團隊 蔣萬安急忙解釋 人事安排 只是蔣萬安市政成績都還沒一批 人事爭議已經滿天飛 30網家紅草台北怎麼的